接下来我们尝试用公式法进行这款半生群的结构设计 首先我们要将这个公式法和自由法的这个工具按下去 那么我们此刻使用智能笔汇出来的图形就是按照公式法进行汇制的 这里我们的横向是二分之臀围纵向是裙子的长度 然后这个图形的周围有显示这个白色的这个 它其实是一个公式的一个显示 如果你不想要它显示 那么你可以把这里的显示公式按钮给它解开 那么它就不会显示这个公式 然后我们找到二分之一的这个要为先到二分之一的这个点 它之所以这里就能把鼠标放在上面就能直接找到 是因为我们这里的数字已经等份数 这个上面已经写了数字是二 如果我们把它换成五 那么你放在上面就能直接看到五个把它分成的五等分 好我们现在把它换成二等分 找到这个点左键右键直线连接 手边放到腰围线上拖动腰围线 然后添加参数腰长 画出臀围线 使用点工具 在后腰围线在后腰上下落 后腰部分下落一公分找到一个点 然后在侧缝上 做一个距离屯围四公分的一个点 然后在腰围线上找到一个四分之腰围的一个点 同样我们在前片上面 同样的是选取的一个四分之腰围的一个点 然后转换成智能笔工具 进行一个连线 右键 然后在鼠标放线上 右键转换成调整工具 右键转换成智能笔工具 将这个点 延长0.7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更保险更准确的一个方法 如果直接延长出去 那么出来可能会有一个 出来会有一个小片段 先删除 选中 我们直接在这个点上放在这个点上 然后 Enter键 进行一个偏移设计 往上0.7 错了 Enter 纵向0.7 然后连接到这个点 然后在线上 在线上 鼠标在线上 然后右键 变成调整工具 进行一个曲线调整 左键 然后在悬点进行一个调整 左键 然后 转换成智能笔工具 连接线条 右键 调整 左键 进行调整工具 左键 然后选择一个点 拖动调整 左键 之后 智能笔工具 连接 这个点 与 囤为线上 这个点 右键 右键 将这里的等份 数换为3 然后 然后我们找到 从上往下 三分之二 处的这个点 右键 水平直线 这是一个 做嗓的一个辅助线 然后这边 然后这边找到将数字换为二等份 找到二等份的点 做水平的一个直线 为了方便操作 我们可以在选项里面 层设计 可以给它设计多个层 结构线层 还有辅助线层 这些名字是可以 自己设计的 颜色更改一下 确定 右键 右键选择 层 如果右键没有这个工具 可以在这里选择添加 然后选择 线 然后右键 线就会变成所设计的颜色 这个其实随便设计 在哪一个层里都是一样的 不影响的 然后为了方便我们的工作 可以将这些不必要的线 给它隐藏起来 点击在前面这个小灯泡 这样子它就隐藏起来了 然后我们再使用等分 归工具 将这个线 进行一个 三等分 或者直接 找点 这里已经进行了一个三等分 鼠标放线上就能找到三等分的点 然后在这个点上 点 点 同样 三等分点 然后将我们的辅助线 显示出来 进行设计 转换为智能笔 然后使用 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角度线 在线上选择 点 使用智能笔工具 做一条垂直与曲线的 垂直与曲线的线 然后与下面的辅助线相交 作为赏 作为 赏 长 同样 然后 根据计算画出 嗓大 我们的松量 腰围 松量是四厘米 那么嗓大应当是 一厘米 当然这是要考虑到一个面料的问题 如果你的面料是有弹性的 那么你用近胸围 六十八 近腰围六 近腰围六十八 那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的面料没有弹性 那么四厘米就是一个基础的一个 松量 那么我们这个款式图是不需要设置腰围的 不需要设置腰嗓的 好我们使用工具将其框除掉 然后选中delete进行删除 那么这些辅助线也是不必要的 紧接着我们在这个上面选择 选择一个点 距离层围围维绸 我们取一定的值 给它进行一个切割 距离层围维绸 十 三十 30太多了 再来一点 25 好距离屯围处 20到25都是可以的 进行一个分割线的一个设计 那么接下来 那么接下来我选择在前腰围三分之一处 进行一个切割 首先来一下 右键直线 然后进行一个切割 我们来进行对这个结构图进行处理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